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9月5日星期一 今天焦点有我周天慧 跟大家讨论时事 今天主要想说两个话题 第一个就是疫情升温 每天都有患者离世 当中有人确诊之后 家人拒绝不让确诊者 服食一些新冠口服药 最后就身亡 第二单想说 之前何俊仁获准保释 前港台主持人曾志豪 竟然赞文质疑何俊仁 被保释是否有政治默契 刘慧卿回应他 问他有什么居心 这几天疫情有回升的迹象 几天都有录得过万宗的确诊个案 9月4日确诊数字有10683宗 新增了8宗的死亡个案 根据政府资料显示 截至到8月31日 第五波新冠疫情 累计死亡人数 就去到9476人 当中有七成都没有接种疫苗 大约有98%的死亡个案 是没有打齐三针的 港府再提醒 即使已经打了一针或两针疫苗 保护力仍然不够 9月3日公布的死亡个案中 其中有一单很值得大家留意 有一名本身患有糖尿 和血脂高等等的77岁男子 他在8月16日情报确诊之后 医管局两天后打电话给他 建议他要服食新冠口服药 但听电话的是确诊者的女儿 他说爸爸只是有轻微的咳嗽 流鼻水所以不用吃药 最后他很不幸 在9月1日在家昏迷 送院后抢救无效身亡 所谓病向浅中医 其实既然你感染了病毒 你有医护人员打电话给你 建议你去吃药 那便跟着做 大家要明白有件事就是 我们不是医生 既然医管局有人打得给你的话 他们一定是有些个案 有些医疗知识 是觉得需要你们去吃药 所以才打电话给你 简单就是你吃了药 可以将你的康复机会提升 也都减低死亡风险 那你便跟医护人员的指示 便吃药 我们都相信死者家属 都很伤心 我们都没有想着 再说多在伤口里耍炎 不过我们一定要提醒香港市民 病毒不是跟你说笑 是会致命的 都是说长者和幼童 你真的确诊的时候 有时候 就算你打齐针 可能你的身体每个人 接受那个病毒的反应都不同 如果能够吃药的 就真的吃药了 施策商文献有显示 服食新冠口服药之后 能够降低重症入院 甚至入院后死亡的风险 最高可以高到八成的 刘家宁就说有些事可能 有些事可能令到你风险 降低八成 大家都一定要做 香港现时接种的第三针疫苗的人数 只有72.9% 这个数字都是偏低的 所以再次呼吁大家 要保护自己 亦都保护家人 真的要去接种疫苗 其实我听过有专家就有这样说 就说如果感染了病毒 就一定要听医务人员的指示 好好地食药 记住没有东西比生命更加宝贵 我们转个话题 这件事我认为非常好笑 以解散的支联会前副主席 民主党前主席何俊仁 在早前申请保释 在8月22日 获得国安法指定法官 陈仲恒批准了 本来只是一堂批准保释的官司 只不过准保释的人是一个政治人物 法庭考虑当然要考虑各样的条件之后 终于给他们保释 其实如果你叫他们做手足 黄友是否应该觉得 他们可以被保释 应该是一件高兴的事 是吧 但不知为什么竟然互相猜疑 对何俊仁的保释 前港台王主持人曾志豪 在8月26日 以何俊仁的保释代表什么为题 在明报发表文章 就质疑他 政治上是否已经有共识默契 才准保释 原来黄友会觉得 自己人坐牢还押才可以叫做手足 如果你可以被保释 一定是有些政治交易 和政权有协议才可以换取自由 因为有这些观念 难怪当天还押的杨岳桥才会有留案底 令人生精彩的金具 其实曾志豪早在2017年 曾经就退休警司朱经伟罪成赞民 他当时批评警方 要为了占中引发的警民关系 伤口负责 但只字不提 占中激发起大型警民冲突 和占领者的违法行为 当年他主持头条新闻 在2019年反修例黑暴期间 多次以偏颇的立场讽刺政府和警队 曾经被通讯事务管理局裁定违反节目标准 有关节目污蔑和侮辱警方 资料不准确等等 曾志豪在2021年6月18日 被港台解雇 在2021年同年7月11日 他在Facebook宣布 他已经离开香港了 定居台湾 对于曾志豪的质疑 何俊仁的党友 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发文还击 说那些远走他方的人 好似曾生 当你们仍然要激情和理直气壮时 请多想想是为了什么 他继续骂爆曾志豪对何俊仁 在做的质疑 就是散布会令人陷于不移的 阴谋论有什么居心 一帮靠政治show吃饭的人 吃相真的很难看 之前为了讨好米饭班主 赢票员 就麻木去撑黑暴 现在为了抢收市 赢货金金主 自己人狗咬狗骨 一个利子 完全可以看到他们的丑恶真面目 大家吃花生 好了 今天的焦点来到这里 明天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 记得留言、赞好、分享出去 支持和订阅周天卫 Fanessa Chow 的YouTube频道 按下这个小钟 那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一条新片了